玩具TV第七季第四集 第四集 第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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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集 第五集 剛才拍攝完這集之後 你不要拍攝這集 不要緊 這集一拍就拍了 這集真的沒有仇報 為什麼沒有仇報呢 我們先看看這邊 這集是桃花島 好 趁忙 我要退到很後 盒子實在太背影了 先介紹一下製造型 製造型 製造型 Joe正在看 有留意我們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製造型 製造型是內地一個很有名的原型師 製造型 這幾年拿過內地公開賽的大獎 所以多了人認識 他拿去得獎的作品 開始推出產品 其實這個已經是他第三個作品 我自己看完 原聲亮的創作 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他之前推出過兩個作品 第一個 我很喜歡的 挺漂亮的 又是用美少女人頭加一些DECO 第二個是跟西遊記有關 我自己是一般的 老虎老實說 第三個這個桃花島 就真的沒得頂 又去一次第一個 那種風格 對 第一個就炒了 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不會復刻 所以就不能吃炒 首先介紹一下這個產品 是屬於哪一類的產品 其實內地有一個名字叫GK 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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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介紹 阿周都教過我們 GK應該是要自己砌的 他這個是完成風格 其實也是要的 剛才砌了很久 剛才有個人砌了很久 有個人 剛才來的時候是散件 是分布開了 有點像雕像的複雜版 因為雕像你其實也要砌幾件 是 但他的位置就收得不錯 不覺得 可能他很多那些 他原來用攝石的 是用攝石嗎 是啊 即是會容易裝一些 不過也訪問一下剛才負責莊組的 帥哥哥阿滴 莊組順利嗎 方便嗎 順利 是樹那裡有些位置差一點 前後用了多久的時間 不用半小時 不用半小時 如果買一件雕塑回來 不用半小時也可以 其實我們可以拍一個說明書 其實他有教你怎麼組裝 嘩 這麼大本 這個三頁 在這裡 就是這樣 有一件件件 他有一個第一件 又近左邊有說明 有幾件件件 就像這些模型書一樣 這裡去到22件 22件 22件 不是多 但裝了的時候 也要留意一下 是不是手板了 我問 GK來的 根本就是GK 這個材料 這個材料 可以叫做Racing Cast 有一點彈性 又不是很粗 不算很脆 不算很脆 沒有那麼容易難 其實都是Racing Cast 我覺得都很脆脆的 都是Racing Cast 當然你大力鏈 你絕對當它是一件整好的手板 這樣就好一點 這樣就好一點 但材料是進步了 海港城看到的應該是幾萬元 幾萬元 或者十幾萬元 十幾萬元 所以這個零售價其實是很划算的 你懂得的話是很划算的 剛才我們有朋友問 就是這個 是不是原本一出來就是這個顏色 是 這根本就是GK 其實這個顏色 不是件的顏色 是上了顏色 是嗎 不是 其實件是這樣的顏色 是 他們不上顏色 這是一個物料的顏色 是 沒錯 但就不是我們平常看到手板 塗了一些灰的樣子 就不是的 它本身就是灰色 是 灰色就好 灰色最方便可以看一些物料 其一 其二就是方便上顏色 你不用噴灰的 基本上可以開箱 但有沒有人會買這些東西上顏色 一定有 其實本身我訂了一隻的 坦白說 將來會不會找一些高手跟我搞呢 因為真的可以 轉頭拍完再拍一張描述 是的 原畫就是連賣的 今天看到的是一個產品 就是出貨的產品 為什麼會有呢 其實第一批500隻 在四月前四月份 已經訂了 在內地和香港 就一次過訂了500隻 現在就出貨了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是一個 現貨的 現貨的最終產品 都會在一些店裡展示 不過大家可以喜歡的話 其實接下來兩天 會開始有第二次預訂的 那次就限時不限量 只要一個期 過了就沒有了 我簡單點問你們 我這些給了錢 是不是包含上框和 原聲良的親筆簽名 這個親筆簽名 應該是包含的 這個親筆的 這個親筆的 總之這幅畫一定是連著包裝裡面 一定是的 他應該沒有專程說 專程給我們 我們應該是親筆的 沒有了這個 他沒有特別說 這個是有專程簽名 沒有的 有上框也有 這個袁先生 他幅畫是他畫的 而這幅畫也是他丟的 他丟的 他參加了比賽 贏了 他本身很多是從事手遊工作的 他跟Dark Crown Toys的李寬 都好自形式 都是以前曾經從事手遊工作 叫做人物設定的 他們後來就因為他本身有些底 有些叫美術底 所以就走了出來自己弄 剛才這個就是德哥很喜歡賣的第一隻 其實風格好似的 都很相近的 螢幕可不可以調光一點嗎 調光一點 沒有了 對不起 那我會否放大 那個 放大 是 橙光 沒錯 他要直一點 這個呢 就 是 沒有得賣的 有些聽聞 有些都是 二手指標 有觀眾問 先看看 需要補筆嗎 不用的 不用 不用 不是以前玩的那些 要回來拼製 不是的 就是 債白 不要誤會了 是一個未完成的東西 不過他用灰色 就可能令大家誤會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有發展 不如出橡牙色 或者石色 會更好 其實你噴橡牙色 滲了這個啡線 已經整件事都出來了 但我稍微保留 這個是物料的原色 還是上了一隻的顏色 物料原色 我猜 你猜了 你猜不太大 我不是專家 猜了 猜了 我們再問一下 這是什麼物料 官堂之上猜 我覺得是物料 老實說 有色 白色 都買過 或者拍斷就知道了 有些人曾經買過著牙色白色 高達毛贏 高達的手法 高達毛贏 有著牙色白色 是 的料 的料 我有點奇怪 為甚麼 以我這樣熟悉 如果你說畫和雕像是同一個人 他雕像是比畫很多 雕像是比畫很多 雕像是比畫很多 對 我發現真的想看回 停牌樓角裡面的雕刻 因為我要小心 其實這個位置才是重點 就是蒸水 這塊透明 就是水 沒錯 所以你看見有些魚在旁邊 有些水紋 這些就是德哥的情報量 這個絕對是爆燈 沒錯 每一部分都是細心的 其實這種產品在香港是少見的 我這麼說 但是在內地應該是很流行的 就是有一群收藏家是玩這些叫GK的東西 當然有些是可以常識的 其實看回題材是用甚麼造型 有些是好像一些中式古典 有些像日本很出名的那個 將一些毛面粗人變成了甚麼 竹谷隆子 竹谷隆子 對 對 他很多這些中式的類似竹谷隆子 那種叫做 Fusion 了的一種風格的作品 出現了很多 亦都頗受市場喜歡 因為他們的產量通常都不高 Oliver 說可能是手板鳥混色 嗯 所以還有甚麼顏色都可以混色 手板鳥混色 對 對的 其實遲一點才可以 我直接問回原色亮 看看他們的料是不是原色料 我覺得應該是原色料 就是原色料 反而是一個素色的 還有這麼複雜的雕塑 我想起我小時候 在那些國庫公司 要看那些象牙雕 根本就是 對的 新潮版 新潮版的象牙 因為他混合了一些建築物 其實德哥喜歡的兩個都是 由一個鋁頭雕 混合了一些建築物 和大自然的風貌 瀑布 山洞 雀料 是瘋殼的 大哥 真是靚得過分 那個精細程度是很高的 那個程度量是很高的 而且編排分佈也很深思熟慮 所以我就中了 所以就糟糕了 所以就糟糕了 其實我覺得買這些 我個人看法 我覺得買這些 這類型的 都可以某程度上 叫做art piece 根本就是art piece 它已經不算是玩具那類型 沒有提過它是玩具 根本就 完全不是那類型 因為它這些 我覺得它有個好處 就是它很多時候都是custom made 就是那個定制量 它容許它做到很少量 所以我覺得是有興趣 有QC的大哥 應該都是它自己 是 Anyway 它自己看過沒有問題 無論如何都好 其實生產它自己本人都會跟進 因為始終數量不多 檢驗員梁恆先生 PASI PASI者 他都會幫忙跟進生產的過程 始終一些東西很幼細 和比較佔小 所以有時候生產過程裡面 複件或者組裝是會弄困 所以他們都會很小心處理 現在這個 你看到它裡面 我想是那個 是比較海的 有魚的 上一次那個是月亮 我自己也喜歡月亮的 有一位朋友說 像馬沙頭那樣得獎 那個模型冠軍 哦 背脊是馬沙頭 是的 前面是MS05 有點像 是 我沒有話說 其實整件東西 結束了 快點出貨 我出貨之後 其實真的要很認真地想一想 找不找高手 上色 撿一撿它 是的 本身我也有個 扣相是怎樣上色的 不過就要跟上色 問題是也要看他這種表面 對 相色好不好看 對 因為本身他可以玩到好色彩班 我自己想做一個粉色系列 因為我比較擔心 木顏色那種粉色 因為我自己去試 因為他的紋 可能有些淺 我怕上色 就不太好 可能會遮了紋 也不太好 掃上陰影 這個就不會的 不過都是那句 你自己當手掌件這樣玩 如果上面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需要再處理 直接噴應該問題不大 就是那些紋 那些紋都不會特別遮蓋 都可以勾出來 個人意見 Anyway 如果那些 手掌師傅 是有興趣挑戰的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作品 真的 好 有沒有其他 有什麼補充 有沒有觀眾的這些紋 有些紋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三千左右 零售價 即是余訂價 剛才Joe 也有補充第二個叫余章行 對 那些名字很詩異 我自己覺得 本身這東西都很詩異 這個是桃花島 春芒 桃花島 好了 都完了 我們沒有特別的東西 就不特地看一看 科研時間 好 還有東西要玩 金光閃閃 多美麗 金光閃閃 嬌日米 拜拜 拜拜 又一見